国际名模琪琪今日来到香港 陀螺湾时代广场 为其代言的护肤品牌 概念装柜主持节目仪式 红色上装搭配黑色浪漫短裙 琪琪今天是名副其实的优雅玫瑰 有非常非常之好 2 1 Cheers 在这里预祝SKTV的业务 继续精神日上 继续为我们全球的女士 带来更多更多美丽的提借 我们感谢各位 谢谢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早前琪琪曾前往日本 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庆祝晚宴 并有心与Oskai影后 GD白烂之碰面 琪琪大赞对方有内涵又有气质 不像平常女星 一般在现实中见面 印象就会大打折扣 堪称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尤其是跟这个Kate 因为我很羡慕她的身材 因为我不算胖 但是她的腰可能只有我的一半 所以我就问她 我说你生了三人儿子 然后你的腰可能就可以这么胖 然后她就很搞笑 说那你的腿很长啊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说 她的人非常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谦虚 情人节将近 老公任达华 却要在内地辛苦拍戏赶工 不能回家和太太 一起共亲家节 但琪琪却表示 老公已经提前送了 自己情人节的礼物 却碰巧合自己选择 给自己的礼物一模一样 无奈之下 琪琪只好将她转送给亲爱的母亲 其实我老公呢 就是在大陆 现在在拍戏 拍电影 那么就是 在情人节的礼物 她已经 已经送了给我了 今天我就带在身上了 但是最搞笑的是 我自己也买了一份 同样的礼物给自己 那么我就把 我买的那份礼物 送给了妈妈 妈妈也是我的情人 谢谢大家